基本上这个生意里的一切无关你们的技巧 天赋 能力 以及那些成功的条件 这个生意旨在于做正确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理论知识 但是做正确的事情 这一条在生意里是金科玉律 我们不仅仅用这条规则来要求别人 也必须这样要求自己 你们来参加聚会 演讲人在台上讲述关于梦想和承诺的事情 其中的一个承诺就是你们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按照你们的目标优先排序 这么说吧 假设你们有一个生意 每年你们能从这个生意里赚到四五十万 你们还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要达到这种程度需要你们的努力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在这个生意上呢 如果有人正在做这样一个生意 你们认为一个普通的生意人会投入多少时间到他的生意里 也许是每个星期一个小时 也许每个星期一百个小时 我想很多人在最开始的两年 基本上都是每个星期投入一百个小时到这个生意里 尽管你们需要这个生意 但你们今天来到这里的疑问是什么 就是你们要到哪里赚钱 因为在传统的生意行业 你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困扰 你们只需要起步资金 只需要差不多十万美元的起步资金 就可以开始做生意赚钱 完全没有困扰 所以你们忘了在这个生意里到底该从哪一方面赚钱 大部分人开始发展自己的生意时都忙着做什么事情 忙着控制自己怎么去花掉唯一的收入来源 这都是有事实依据的 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普通的雇员以及一般的消费者他们又会怎么来分配自己的收入呢 花掉他换句话说 我们不是要用赚到的钱来买一套公寓 而是要用我们赚到的钱去买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因为我们为了赚钱努力工作 能买12个土豆的钱 为什么我只买8个呢 很多杂户店为了清仓会有满额赠送的活动 买12个土豆 我还能额外得到两个橙子或者别的什么水果 无论怎么说 这是大部分人的思路 对吧 所以当我们与别人讨论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们要从雇员和消费者的角度 去看他们愿意投入多少金钱到这个生意里面 与投入10万美元的传统生意相比 有多少人觉得投入到这个生意里的金钱是个笑话 那些对自己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抱怨的人 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有些人是有才能的 他们知道我们的产品有什么作用 知道这些产品的价值 人们最经常抱怨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到底怎样才算是正式加入了这个生意 因为你们有了收入薪水 你们加入了这个生意 按月结算 至少你们还有钱在下个月继续投资这个生意 这么来说 这个生意至少还是可以做的 还有时间 你们可以这边花一个小时 那边花两个小时来平衡自己的时间 或者再看看有什么别的方法 一个星期100个小时 成百上千美元的收入 当别人告诉我 他们无法做这个生意 是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时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优先次序的问题 优先次序不是基于这个生意能带给我们什么 而是基于你们认为自己能从这个生意得到什么 如果你们不相信自己能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么你们就不会花时间在这个生意里 因为你们怀疑这个生意 假如你们相信这个生意 那么你们就会全身心投入进来 而不是抱怨这个生意里的花费 你们会看到这个生意带来的好处 因为我们处于系统和公司之间 我们额外拥有很多有价值的产品以及信息 因此首先最首要的一点就是 你们投入的钱不会浪费 在这个生意里我们有很多客户 他们不是独立生意人 他们只是热爱使用我们的产品 你们看着这杯能量饮料 想天哪 这杯东西可贵了 然后你们拿起包装看成分 你们看到成分表里都是一些高能量的成分 都是你们需要的一些成分 这些成分对于你们日常生活都非常有帮助 我们知道我们要开始这个生意 所以我们对优先要做什么给出了承诺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产品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你们要不断告诉自己 我用这些产品买这些工具 是因为我要加入这个系统 要加入这个生意 否则没有供应商 这是我的选择 这都是我所得到的 当你们开始走出去 开展自己的业务 优先分配自己赚到的钱 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例子 今天我们的聚会完了之后 不去餐厅 去咖啡厅 有人会对这个决定感到很奇怪 因为我们提醒过大家 要注意自己的金钱 我们时刻关注自己 投入了多少钱到这个生意里 这个生意的周转紧不紧张 你们要适应这个生意 无法想象 你们要在手上什么工具都没有的情况下 去邀请别人加入这个生意 因为你们跟妻子去餐厅的次数太多了 所以你们没有钱了 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怎样 现在两个人出去吃一顿饭 50美元的价格已经非常幸运了 为什么说是幸运 因为现在有了快餐 你们出去吃饭更多的时候会选择快餐 而不是大老远进城里的餐厅 去吃一顿正式的晚饭 我觉得这是比较幸运的 但不管怎么说 即使是出去吃快餐 两个人吃饭也要花掉50美元 加上你们吃饭的时候 可能还想喝点饮料 即使是一杯可乐 也是要钱的 我们把要花的钱 依据优先顺序分配好 把未来需要花的钱存好 因为我们需要花钱的方面 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贵 为了方便做这个生意 我们可能还会去花钱 请保姆等等 对于一些人来说 这些做法都非常陌生 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投资 也没有任何一本杂志能告诉你们 如何去投资这样的生意 那些杂志只会告诉你们 应该去买哪一家公司的衬衣 如果你们读过 弗洛姆博士的 积极的性格图解这本书 你们就会知道 外出在开展生意的时候 我们会展现出积极的性格特征 人与人之间是互不相同的 根据史蒂芬科威写的书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你们与人交往 最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知彼解己 所以在与别人交往之前 不要彻底了解自己的性格 而是要了解交流对象的性格 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 你们是什么性格 你们要去询问他们的看法 简单来说 就是你们要让自己 适应他们的性格 而不是指望他们 为了你改变性格 假如我们这里有两种性格 一种是D 另外一种是S 我们直接把D 称为任务导向型人格 两种性格的人 碰巧聚在了一起 你们知道 任务导向型的人 总是要围绕着任务 不管什么时候 你们都能听到一些 任务导向型的人 成功的故事 他们即使在日常生活中 也是高产的 他们不仅到处去演讲 还一边演讲一边出书 出五六本书 他们有自己的创造和发现 最后你们发现 他们甚至已经结婚 并养育着五个孩子 S型人格 是以人为本的性格 这种性格的人 看起来没有办法 完成任何事情 然而他们只是看起来这样 实际上 他们发展出来的关系和联系 却是持久 并且高效的 无论哪种性格 你们都不想成为 其中一种的极端 因为你们会认为 自己的成败 与这些性格有关 假设你们搞砸了 与一些人的关系 你们就会觉得性格不好 如果你们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你们也会责怪性格 你们总是会把很多事情 归罪于性格方面的问题 有些人的性格非常外向 也有些人非常高冷 高冷的人通常都不需要 别人插足自己的生活 比较特立独行 话也比较少 在团队里的发言也少 几乎不说话 因为他们的沉默寡言 你以为他们从来不思考 但是他们只是话少 头脑冷静 而性格外向的人 话很多 讲起话来就停不下来 很多话没经过思考 就脱口而出 当你们出去讲计划的时候 性格也是你们需要 考虑的因素之一 如果听你们计划的人 非常容易担忧 并且富有经验 他们会把事情 在各个方面 分析得非常细致精确 他们做的每件事情 都是精心计算过的 当你们像一些 比较有感召力 敏感 有规划的人 讲计划时 你们不能小看他们 不要以为 他们都是傻子 很多人会来问我 为什么他们的财务状况 会这样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 为什么要做那件事 等等 这些问题的答案 有两个 其一是性格 其二 就是你们成长的环境 也许你们自己 都能发现这些原因 也许我们刚刚讲的 任务导向型 和以人为本的 性格相结合的人 更擅长管理财物 以及规划人生 因为他们一方面 是以人为本 另一方面 又十分有规划 有条理 不管怎么样 最后我们还是要结婚 要与自己完全相反的人 相互扶持 不觉得这种结合 很有趣吗 登山运动员 与潜水运动员结婚 你们有注意过吗 事情往往就是朝着 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我们与自己性格 完全相反的人结婚 并且相互扶持 当你们在外面 联系别人 与别人聚会的时候 你们是否在寻找 与自己性格相似的人 不 你们并不想找 与自己相似的人 因为你们知道 如果与自己很相似的人 一起生活 生活将会变成一种灾难 我想 我喜欢你的性格 仅此而已 直到我们遇到了 与自己性格相似的人 有了争吵 我们才会去接受 与自己性格 完全相反的人 这不仅仅是 性格之间的互不平衡 这是一件 比较难解决的事情 有些人反应非常迟钝 他们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 他们非常懒 拖延症就是他们最突出的特征 有些人的拖延症已经病入膏肓 对一件事情一拖再拖 你们能想象吗 把一件事情一拖再拖 根本就没有确切地完成日期 甚至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拖延 我们可以把这种性格归类成为 极端的S型性格 极端的C型性格 就是非常注重细节 极端的D型性格 就是控制欲很强的人 他们非常适合训练成为一个奥林匹克选手 或者职业运动员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性格表现 对于一切都要求完美 不要当我的路 极端C型性格更倾向于 相信直观的数据 不管你们更倾向于哪一种性格 一定要找一个平衡 就像之前麦克说的 寻找一切的平衡 有人觉得自己像C型性格 更相信数据 而实际上这样的人是少数 你们出去跟别人交流聚会的时候 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当你们介绍他们加入这个生意时 你们要比了解自己更了解他们 这样你们就知道该如何与他们交谈 你和领导人一起参与业务咨询 在这个生意里变得忙碌起来时 意味着你们开始建立这个生意 你们需要的是 能基于你们意见的人 而这些人是在生意里 走得更远 做得更好的人 因为只有这些 比你们懂得更多一点的人 能够给你们提出适当的建议 这些人不需要是百万富翁 或者千万富豪 只要他们的目光 比你们的更加远大就足够了 假如你和他一起 在同一个队伍里 那么他的团队会比你的更大 你们都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目光更加长远 对成功的渴望更高 如果你与自己的领导人交流 不要担心你们之间的性格问题 他们对待不同性格的人 有不同的方法 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个生意除了规则 原则等等的条件之外 还有一个性格方面的问题 有谁知道哪种性格的人 会更擅长管理自己的财物 其他的性格也许不太擅长管理金钱 但是擅长的人可以向不擅长的人学习 你们想读哪一本书 你们想读一本能够激励你们的书 如果你们的性格比较极端 是极端的C类型 或者是极端的D类型 那么你们能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 就像钟表一样精准 可能你们身边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你们就像闹钟一样 精确地行走 永不停息 不会停滞不前 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他们严格地管理自己的生活 对别人的容忍度却比较低 这样有规划的人告诉他 要阅读高能效人士的七个习惯 实际上他们不需要从这本书上获得帮助 也不需要那些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加高效的建议 假如你们的性格是C和D结合 那么你们在这个生意中 最高效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介绍别人加入这个生意 有些人非常擅长与人打交道 他们想要重新激活别人的人际交往能力 也许你也要读一下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 有人可能就读了两个章节 或者两页就开始放弃 就像这本书会给他们造成巨大伤害一样 要把任务清单写出来 不不不 我根本做不到 也不可能做到 我写任务清单的时间 都足够我在电话里 与别人来一次全面的谈话了 根本就没人会写任务清单 我们花了很大努力 按照日历去写任务清单 但我不觉得任务清单对我们起了什么作用 不同人会用不同的即时日历 没有指定哪一种会比较好用 我儿子不断建议我和我的妻子 他说 最好用的就是你们会经常打开的那一种 真的会用的那一种 即使是智能手机里的即时本 你们的手机上有那么多实用程序和有效程序 但你们根本都不看 即使再好的程序都对你们毫无作用 假如你们打开手机上游戏的次数 比打开任务清单 或者是即时日历的次数还要多 我们大概就知道你们是什么性格的人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生意在于什么 答案非常简单 尽我们所能找到更多的人 来做跟我们一样的事情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复制的 你们一个月出去讲15次计划 讲计划就是你们向别人展示这个生意的计划 你们能够想象有一天会有10个像你们这样的人出去讲15次计划 一天就讲150次计划 每个人一个月讲15次计划 就是你自己的100倍 不会给别人带来负担 也不会有人过劳死 这样的情况在每一个团队都很常见 你们永远不可能靠自己就能成功 这个生意里需要整个团队的努力 我还记得之前一个钻石的演讲 有人问他做这个生意的秘诀 做到钻石的关键是什么 他说我们找到了对的人 这句话不是要你们直接找个人 跟他们解释一下这个生意 然后带出来就完事了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越多的人加入你的团队 你的生意就有越多的可能 我们要找六个家庭 六个人 让他们像你一样建立这个生意 一直做到直系 你们就会有六个团队 每个月有两万五千美元的业绩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帮助你们建立这个生意的人 不一定就是直属你们的人 可能是你们下属的下属 即使这样也很好 实际上简直不能再好了 因为你们可能会跟自己下属的下属 一拍即合 找到能够负起责任的人 让你们能够保持自己的进度 在这个生意里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个生意里 自己做主并没有好处 第一点 自己做主没有好处 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生意 我认识一个曾经在佛罗里达 周开餐厅的厨师 我偶尔会请他为我们做饭 他的菜肴每次都很新奇和美味 所以我去问了 向我介绍这个厨师的朋友 我问他说 为什么他的餐馆会倒闭 为什么他的餐馆做得不好 我朋友说 因为他只是一个好厨师 没有一个好的团队 来管理他的餐厅 有人说 哇哦 我都不知道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你们要知道 有的时候做菜不好吃的人 财务管理能力 比做菜好吃的人要强得多 但财务管理能力 跟做菜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有人说 麦当劳的新品也层出不穷 虽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菜肴 但是麦当劳好吃 管理也不错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理解 那就证明你们根本抓不到重点 有一点你们一定要清楚 就是你们不需要那么擅长一件事 你们不需要非常擅长做生意 人们开始做生意的时候 不一定能把自己的生意发展得非常好 或许应该这么说 他们不擅长自己做主 能够自己做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没有人强迫你们做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强迫别人做事情 他们可能回到家就开始大哭 一遇到困难就开始哭的人 能在什么生意上获得成功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系统对我们非常有耐心 你们现在有了系统的帮助 但你们却还不能对任何人负责 在你们的工作之外 你想要成名 你们受够了别人告诉你们应该做什么 所以你们加入了这个生意 这里面有人能帮助你们扩展生意 你们需要与人交流 你们需要出去开展业务 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建立一个组织 要建立组织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列姓名清单 你们希望把所有的机会都拿到手 很多人已经开始列清单 打电话跟别人交流 你们有没有觉得 别人做这个生意的模式和进程 跟你们是一模一样的 除非你们的性格是两种性格的极端 那么他们就没办法从你们身上学到什么 因为他们都不会尊重你 他们会去找与他们有共鸣的人 你们要知道 哪些人能拨通决定性的电话 哪些人会原地踏步 哪一部分人更吹毛求疵 而哪一部分人在做事的时候缺乏自信 这些关系很复杂 可以说吹毛求疵的人比缺乏自信的人 更容易自己做决定 这是绝对的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任务导向性人格 他们是非常有计划的人 做好了一切准备来迎接挑战 这些人唯一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 出去外面跟别人打好关系 与别人交流 他们会告诉你 好的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不需要什么做生意的天赋 我们只要能跟别人联系就可以了 只要我们去跟别人联系 就能把他们带进这个系统里 让他们加入这个生意 听了演讲 读了书 参加研讨会 他们就能找到他们性格所需的信息 你们要做的事情就已经完成了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我们不需要有多强的组织能力 也不需要一丝不苟 因为系统帮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 我们需要非常聪明才能做到这些事情吗 我们一点也不聪明 所以我们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只会说 你们听说过这个吗 你们听说过那个吗 还有 这个人非常厉害这些话 只要你们能一直保持热情 你们就能找到能成功的人 问题在于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要去哪里找这些人 我遇到过两个很喜欢冷嘲热讽的人 第一个是第一次来听我讲计划的时候遇到的 他听完之后就很不屑地说 哦 你说的都对 你就讲这些话来哄骗这些无知的人们 好让他们加入你的生意 受你压榨 你就从中获利 我只能说 好吧 我倒是希望这个生意能这么简单 如果这个生意简单到 只要让他们买各种产品 我只是管理他们并从中获利 那么这个生意简直好极了 但实际上这个生意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与人们交往的项目 我们一起加入这个生意 而不是你说的只为了自己赚钱 只想着自己赚钱在这个生意里行不通 我们在这个生意里 需要跟别人一起合作的唯一原因 就是我们帮助对方 能让这个生意发展的更快 你们知道那个可怜的运动员凯亚吗 他参加了奥运会 他的故事应该很多人听说过了 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他每次都拿第四名 每次都慢别人万分之一秒 与奖牌失之交臂 什么都拿不到就打到回府 感谢您的参与 希望您享受这次比赛 再见 回去再练习四年吧 为四年之后的奥运会做准备 排名第四还不如拿排名第十 拿了第十名对你的奖牌渴望 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你们想象一下 假如我能再快一点 是可以拿奖牌的 奥运比赛是我全部的人生 而我现在只拿到了第四名 你们想一想 这就是凯亚的人生 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需要非人一般的坚持 比赛开跑后的100米 是非常容易跑下来的 800米过后 每个运动员都开始表现出 不同程度的疲劳 身体上的一切事物都在燃烧 需要疯狂的念头坚持下去 团队运动就是让每个人 都处在同样的进度 事情的发展就会加快 我和纳蒂今天讲了很多 这个生意的基础 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开始 给别人打电话联系别人 也开始讲计划 而加入这个生意的新人 也立刻开始复制 你们做过的事情 那你们要做什么呢 我刚讲过 在这个生意里 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也是最需要做 最能够帮助你们的事情 就是做正确的事情 我的团队里有一个人 已经开始出去讲计划了 他说 我希望我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正确的 假如你问的是 你做的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你 你曾经做对过 做正确的事情和去讲计划 但你现在做的事情 正不正确 你们没有办法 把讲计划这件事情 做到正确 因为是否正确 在于听你们计划的人 他们从你们的计划里 看到什么 假如他们听不懂 你们的计划 不用担心 因为鸡肠碌碌的人 不会挑剔 而吃得过饱的人 会非常挑剔 你们发现 有些人提取信息的能力 有点弱 也不需要担心 把这些人都记下来 即使他们收集不到 足够的信息 或者收集太多 无用的信息 都无所谓 他们会在一个星期之内 发现自己的需求 你们要做的 就是不要挡住 他们前进的道路 把你们要做的 要讲的完成 做好自己的那份任务 就足够了 因为如果你们 不在意自己的工作 很有可能 你们的生意 变得一塌糊涂 他们可不会在乎 你们的生意 这个生意的道理 就是这样 有人知道 自己所处的位置 认为自己需要一个生意 你们发现了这个人 并告诉他 有安利这样一个生意 你们如何向他展示 这个生意重要吗 不重要 因为可能还会有 好几十个别的生意 在等着他 我们发现 东欧国家 还有南美中部一些地区的人 他们更清楚 自己要做什么 他们很清楚一个事实 除非这个生意 他们一无所有 而你们向北美地区的一些人 展示计划时 他们脑子里总是想着 我还有很多的选择 真的吗 那你们到底还有什么选择 很多呀 也许有一天 我能中大奖 也许有一天 我能找到 梦寐以求的工作 假如你们在 二十三四岁的时候 不追求成功 你们还想追求什么 这个生意 不要求你们 有什么高超的技巧或天赋 我们只需要 你们的信任 激情和热忱 你们要把这些品质 都表现出来 你们不能奋事急俗 你们的态度 一定要积极 在成长中 变得越来越专业 因为他们会复制你们 你们能想象自己 完事不公的讲计划吗 假如他们态度不端正 你们要帮助他们 改变冷嘲热讽的习惯 这些人加入这个生意之后 也许在五次 五十次的讲计划之后 他们变得完事不公起来 我们要区分 他们到底是在加入之前 就是这个性格 还是加入之后 性格发生了变化 你们一开始相信这个生意 然后觉得这个生意 好像行不通 你们觉得行不通 是因为你的速度 你们大概需要加快速度 看看自己到底讲了几次计划 假如我说 你们需要向一千五百个人 讲计划 在一段时间内 向一千五百个人展示计划 你们就可以辞掉自己 不喜欢的工作 获得财务自由 你们需要多少时间 来完成这一千五百个计划 有人在做之前 会问清楚 是否有明确的完成时间 需不需要按照一定的方式 或者跟指定的人合作等 我就说 你们能讲一千五百个计划就行了 相信这句话的人 会立马开始去讲计划 他们多快能完成一千五百个计划 我打赌 你辞职会比你完成一千五百个计划更快 而你们越快完成这些计划 你们就越成功 一千五百个计划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 但你们都能讲完这些计划 那么你们觉得 一千五百个计划 换财务自由和人生自由 是不是一笔好的交易 第一点 你们的穿着 外表以及态度 愿意与人交往的心态 倾听他人说话 多倾听少说话 你们看到的这些例子 都在教导你们出去之后 如何讲计划 有人认为 讲的最好的计划 就是讲计划的人 讲话滔滔不绝 实际上却不一定 若能讲完一千五百个计划 你们还需要更好的例子吗 你们做好自己就足够了 要做自己的榜样 不要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 强迫他们做事等等 你们要了解他们来自哪里 你们能做的 就是向他们展示计划 回答他们的问题 我认识一个录制演讲光盘的人 我私底下跟他们也互相认识 有一次他说 让一个人开始这个生意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回答是 别把他们的热情挥霍光了 意思是 不要讲一些蠢话 或者干一些傻事 浇灭他们的热情 让他们只能回应 哦 我还以为会是个好主意呢 我还是退出吧 我也遇到过一些人 他们告诉我说 我不参加聚会 周六不参加工作 因为周六是基督复林安息日会 好吧 你们可以说一些很疯狂的话 来摧毁他们的热情 有没有人认为参加这种星期六是非常重要的聚会之后 就能改变思想 这不是你们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告诉你们这个生意有多么了不起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介绍50个人加入这个生意 其实你要参加基督复林安息日会 我们也一起工作 在周日的时候 把你周六落下的一起补上 与此同时 你们能多听一些录音吗 你能来参加聚会吗 也许周五晚上或者周日你能来参加聚会 我们总能想到办法的 而我希望他们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列一个他们认识的人的清单 然后我们一起去跟他们讲计划 因为一旦人们开始相信这个生意 不需要损害自己的价值和原则 能在这个生意里获得成功 他们会因此感到非常兴奋 他们的起步会非常惊人 也许还会改变他们的人生 这个不重要 那个也不重要 只要我能介绍50个人 100个人加入这个生意 改变他们的人生 也许我也可以为此改变自己 有些人在起步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想法并试着去做 所以要列名单 有没有人认为在起步的时候 列一张有一百个人名字的清单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是一件根本不用动脑的事情 但实际上 有多少人写下了这个清单 非常少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一个看上去很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 我向他展示这个生意 他告诉我 他只认识四个人 你怎么可能只认识四个人呢 你已经35岁了 你却说你只有四个朋友 我其实是个新移民 我一年前才搬到这里定居 搬到这里之前 我可不只认识四个人 那你搬到这里也一年了 怎么会只认识四个人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完全不知道 自己认识的人当中 哪一个值得自己去展示计划 有谁愿意为这个生意付出 我们可以从性格判断 这个人是否适合这个生意 可能会有20个人选择加入这个生意 所以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所有可能加入这个生意的人的名字 都写上 然后我们逐个去邀请他们 向他们讲计划 实际上我们应该去上培训课程 花两个小时去学习如何邀请别人 如何打电话 你们向原始名单上的人发出邀请 实际上是一个新人起步的生存问题 我们有不超过30天的时间 去写一个名单 名字越多越好 你们认识的人不止五个 那么你们就能写出十个 你们认识的人不止十个 那么你们就能写出20个 你们不认识医生 不认识药师 不认识理发师都无所谓 反正你们认识的是人就够了 你说很多人我都写上去了 但是我不觉得他们能够做好 但他们能不能做好 不是由你们来决定的 假如你们向别人展示这个生意 他们告诉你 这听起来太了不起了 他们在等着别人向他们展示计划 而你们还在思考 应不应该向他们讲计划 鉴于你们还没有非凡的成就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讲计划呢 直接向他们展示如何讲计划 假如你们和颜月色的展示计划 而他们又不感兴趣 那你们还想要得到什么信息呢 假如他们对我们的计划感兴趣 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给他们一个最好的榜样 一个以人为本的榜样 一个做正确事情的榜样 当有人说 我不认为我能做到的时候 你们可以反问他 你觉得你能做到什么 我们给名单上的人打电话 邀请他们的时候 大部分人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打电话就是为了说服他们 来听我们讲计划 我让别人来听我讲计划 这块做得很不错 这个生意里的所有事情 都是一个过滤器 我们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 决定跟他讨论这个生意之前 我们要先过滤一遍 我们会问他们一些问题 例如你们有没有想过 其他赚钱的方式 你们有没有想过再赚点外快 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意 任何问题都可以 只要是能够过滤的问题就可以 如果你们遇到不认识的人 上去就直接说 我想和你喝杯咖啡 聊一聊这个生意 这种开场方式也太普通了 现在你们会讲计划了 坐下来就开始讲计划 当然这也是一个过滤器 一个一小时三十分钟的过滤器 因为你们没有先用问题过滤 如果你们像太多 不想做这个生意的人讲计划 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忧虑 讲计划到底是不是没有用 而实际上你们只需要先过滤一遍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打电话邀请别人加入这个生意 不是强迫他们做这个生意 而是要找出他们在寻找什么 我们做这个生意最开始联系的那15到20个人 肯定是我们的家人 以及最亲密的朋友 但是我不会过滤我的家人和朋友 我会直接给他们讲计划 假如我有一个已经加入这个生意的朋友 而这个朋友又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会帮助他们 给他们的兄弟姐妹们讲计划 因为他开始做这个生意 我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告诉我的亲朋好友 他们有无限的潜力 能做很多的事情 我希望能看到他们的成功 并且为之感到骄傲 不管怎么说 你们一定要让家人和朋友 参与你这一段经历 即使他们不会购买任何产品 你也希望他们用别的形式参与进来 我想你们可以开始回忆一下 我们都是这样帮助别人在这个生意上起步 如果你像堂兄弟 亲亲讲计划时 假如他们说得很愚蠢的话 攻击这个生意 遇到这种情况 你可以说 嘿 我可以不讲了 我向你们展示计划 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生意感兴趣 想要做这个生意 你们可以不感兴趣 也可以不加入 但是你们也没必要说一些风话 攻击这个生意 你们这些话侮辱了我的朋友 我们只是在维护我们的计划 我的朋友在维护我 现在我的团队又多了一个人 我现在多了一个组员 你们知道多了一个组员 在这个生意中有多么重要吗 所以我们的第一次讲计划 是无需过滤的 留给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当我们有了一个目标 有了一个合作伙伴 或者致电刚刚遇到的人 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们的需求 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让他们来听你讲计划 想象一下假如你们用特殊的技能 去讲计划会发生什么 他们不会在电话里拒绝你 和你讲的计划 而是在你见面讲计划的时候拒绝 这非常浪费时间 你们在电话里被拒绝的次数多吗 讲计划被拒绝的次数呢 没有在电话里被拒绝 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是在电话里的时候 直接被拒绝 后面的事情会简单的多 所以我们要写名单 打电话邀请完名单上这些人以后 我们还继续联系更多的人 补充自己的名单 有没有人发现 自己在不断地会见新人 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名单的过程当中 变得越来越专业 我们在寻找窥探这个生意的人 寻找愿意加入这个生意的人 他们是我们在这个生意里的财富 有时候 我跟别人讨论这个生意 他们会问我 你们有什么呀 旗下有什么产品吗 我会回答说 我们的产品就是机会 加入这个生意的机会 你们是否也在寻找这样一个机会呢 很多人都是雇员或者消费者 根本不了解我们这个生意是什么 他们以为自己很了解 因为大部分人都想扮演 精明的消费者这样一个角色 没有人比我更懂得如何去消费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生意能做 我们不需要寻找这种性格的人 因为这个生意在不断地成长 你们也在不断成长 我们联系别人出去讲计划 不仅仅是要告诉别人 这个生意能成功 还要告诉他们也能成功 怎么成功呢 让他们加入这个生意 再联系更多的人 我还记得斯科特·麦克尔说过 有一次他在高速公路上堵车 一辆车贴着一辆车 成千上万的人 开车想要停在博物馆的停车场里 斯科特就在想 我要去哪里找人 我们问他做了什么 他说只需要走到某个人面前 跟他们讨论一下这个生意 实际上我们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去 判断这个人是怎样的性格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想要跟别人搞好关系 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可以直接走上前去 问他们想不想做生意 但是你们的态度一定要好 你们要表现出很在乎他们 德斯特在好几年前的研讨会上讲过 做这个生意一定要善于与别人相处 发展好你们的关系 要让别人对你们要讲的事情充满期待 怎样才能保持这个生意的新鲜感 他们根本不在意你们知道什么 了解什么 你要知道有了自己的队伍 很容易就能培养成任务导向性的队伍 但是当你们实际发展一支队伍的时候 就会发现 要怎样让自己的成员从房子里走出来 成为任务导向性的人呢 最简单的任务就是 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但是要做到自律 但是这里有很多房子 有很多位置 太舒服了 我们要怎么从这里走出去呢 房子里的食物充足 地下室里燃料充足 至少可以维持21天 不需要外出 假如你们没有预约 你们要怎样离开自己的房子 跟别人见面 去联系别人 写一份新的名单 我们不会只需要一支队伍那么简单 你们觉得参加聚会 联系别人出去讲计划 是很傻的事情吗 这些事情难道不应该 加入这个生意的时候就开始做 你们觉得有这种想法的人 是哪种性格 我到底要跟他聊什么话题 讲他的T恤吗 这可以是一个话题的开始 我们在开始与别人交流的时候 可以先赞美一下他的T恤 你这件T恤不错呀 人们最喜欢什么 是自己 他们爱自己 他们会想 哦 你注意到我了 你觉得怎样的人 才会穿这件T恤 因为他们很低调 很内敛 不 他们很外向 他们是很受欢迎的人 因为我想引人注目 假如房间里面有十个人 我想成为这十个人当中 看起来比较不错的 我希望别人能注意到我 这个时候你们就应该帮助他们 注意到他们 并上去告诉他们 这件T恤很不错 这一点也不复杂 也许他们是个色盲呢 对他来说 那件T恤是平平无奇 毫无特色的 但你们上去告诉他说 这是件很不错的T恤 你们一定要开口去讲 即使是最普通的一句话 也可能成为你们的开场白 只要有机会 有时间 我们一定要跟别人交流 我曾经和我的小孩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进行了一次交流 你喜欢混合动力车吗 还是你喜欢柴油机车 不管身边出现的是什么车 我都对车非常感兴趣 因为人们知道 你注意到了 你注意到了 这是混合动力的车 你注意到了 这是柴油机车 你注意到了 这是汽油车 不管是什么 你们都注意到了 那么你们觉得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部车 就是要别人注意到 一个人开着价值15万美元的车 车子的里程数是150公里 你觉得他们是开车 做搬运的吗 这点公里数 你们想去哪里 哪里都去不了 你们在联系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善于观察 你们一个星期 会花多少时间去联系别人 一直联系 你们要把这件事情 添加到每天的日程中 不要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库存 不要一直烦躁不安 不要仅仅因为自己 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一定要做的事情 还没有做到 还没有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 还没有找到具体要做的事情 等感到烦恼 也不需要为别人 没有提供良好的服务而愤怒 你们回到家里 回想自己联系了25个人 却没有一个 有过很好的交流 你们觉得这样 联系别人有意义吗 曾经是有意义的 但现在有意义吗 我们曾经觉得 他们根本不值得 我们浪费时间 你们都清楚自己的性格 花时间去观察别人 一旦你们发现了 你们的目光 他们有可能会主动 找你们交流 然后你们就可以拿到 他们的联系电话了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 我和朋友去看比赛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非常酷 有一个女孩子和朋友 一起来看比赛 一起聊天 我听到了她们聊天 就接话 问她们是从哪个州过来的 她就回答她们是哪里的 一个什么餐馆附近 我们就这样开始聊天 还拿到了女孩的电话 她说自己在佛罗里达长大的 然后在蒙特利尔待了十年 我们聊了起来 我们聊到她的发型 她的头上剔的图案 看起来像星星 然后就顺着这个聊了很长时间 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系 会聊很多有趣的话题 如果我们遇到带孩子的人 我会先聊跟孩子有关的问题 再聊自己 先讲孩子 再讲到带孩子的人 你有孩子了呀 孩子很乖巧 很听话呀 你肯定很会带孩子 这样的开场白 不是很常见吗 之后我们开始讲计划 我们做这些事情 是让我们看起来比较平常一点 讲计划 我们可以讲简单易懂 也可以讲的复杂深奥 但我建议讲的越简单易懂越好 最多15分钟 10分钟最好 然后你可以发现 听众是否感兴趣 如果你向别人讲一个简单的计划 没讲述太多细节 你会发现对方是否感兴趣 和你向对方讲一个详细的计划 效果差不多 我通常不会在讲计划的时候 讲太多细节 因为我想让听众自己去思考细节 我会问他们 你们看到一幅美丽的图景了吗 你们从中受益了吗 多少人能在15分钟 10分钟之内讲完计划呢 讲计划越简单越好 能激发听众的兴趣热情 哦 你很激动 让我来问你 如果你知道讲1500个计划 就会获得财务自由 你愿意去做吗 这样做其实非常简单 不是吗 如果我告诉你 只要你能深度发展20个人 9个小组就能成功 这容易做到吗 不 没有人觉得很容易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只要你讲好这个计划 讲好这个计划就能成功 是不是容易很多 我们不在乎你是谁 不在乎你来自哪里 拥有多少财富 家世如何 教育背景 性格倾向 没有人在乎这些 唯一在乎这些的只有你自己 所以要记住 你讲计划的对象 同样也不在乎这些 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前景和可能性 你给人们呈现的可能性越多 就越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有人会问 什么 有人通过做这个成功了 你是在开玩笑吧 当然全世界都有人在做这个生意 他们一直在做 他们都成功了 为什么不会是你呢